嗨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知道现在我拿的是一个什么吗 这其实是一个汽车用的发电机 在英文里面我们把它叫做Ultolator 有时候也有一小部分的 比如说大家在论坛里面逛 它也会把它叫做Generator 就是发电机的意思 那为什么叫Ultolator呢 因为这个发电机它本身是这里面有一个线圈 那外面是有一圈磁铁的 它这样在磁窗里面做 切割磁砍线运动 我不确定 因为这些东西是我在中学的时候学的 上大学以后就没再学过了 相当于是复习吧 它是产生的是交流电 有时候我在车上大家看到AC 这个AC有时候指的是空调系统 有的时候其实指的是交流电 但在这里边它最后输出的是DC 就是直流电 所以它会有一个转换的过程 所以更多的时候会把它叫做Ultolator 那今天我们呢 不会去讲怎么样去换它 如果以后有机会 我们可以拍一个视频来讲一下 怎么换发电机 本质上也不难的 就这么两颗大螺丝 给它固定上去的 这上面是要挂皮带的 大概固定的零部件是这些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怎么样检查你的车子 它的发电机 是不是正常工作的 这个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我们把 太装了我放一下 如果我们把电和水 把电流和水流 来做一个对比的话 我们汽车的电池 就相当于一个小的水池子 这里面装的有水 然后这些电器呢 就相当于是从下面 那个水池的下端 来开了一个口子 把水往外抽 这是用电的过程 耗电的过程 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发电机 从高处往下 去给它注水进去 来保持整个电池 是始终有水的状态 或者是整个电池有满电的状态 如果是我们这里的电机 没有办法持续的给电池充电的话 其实像车上自己带的这些电器 最大的一个电器就是点火线圈 其实如果大家是忽略的话 那是你的空调你的灯 还有各种车上的radio 还有各种电子元件 这些东西都会很快的 把电池的电耗干 像我的这台车老一点 可能它还能撑个接近一个小时 就是如果你的发电机 完全不供电 它也许还能在路上 能勉强让你开一个小时 但如果是新的 现在比较新的车子 因为它所有的车身稳定系统 那些都是要用电的 可能不到二十分钟 不到半个小时 就是你只靠电池去给它供电的话 很快你的车子就会熄火了 所以 这其实是检查发电机的话 是保证你的车子 能够正常行驶 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步骤 OK 那怎么样去检测这个呢 当然就看它的电压 当然如果检查电压 我们又可以先传出用这个换用表 给它领到D、C、V这个地方 D、C呢 就刚才我们有提到的是直流电 V呢就指了伏特 电压的意思 我们这边是正极 这边是负极 我们红色的这个 领到正极上 黑色的领到负极 那个负极上 OK 大家其实就可以看到它的读书 应该是12.6V左右 哎呀 我们现在12.8V 算是比较正常的 差不多是12.6V 上下0.3V 这是没有充电的情况下 电池的电压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也是我们曾经用过的 来检查电池的一个小玩意儿 也是一样的 把正极给它加上去 然后负极给它加上去 然后它可以解冻 对 12.8V 它读数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们接下来要测试呢 就用 这里的这个设备来测试 因为它可以直接加上去 我们操作会简单一点 我待会给车子打火 然后呢发电机开始工作 这时候大家就帮我看一下 它的电压到底是什么样的 啊 OK 我们刚才是给整个汽车打着了 让它开始工作了 这是大家看到些这里的我的电机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我们的发电机在这里的 携带已经开始工作了 啊 光线有点暗 谁能够看到了 所以我们发电机 它已经在开始工作 那我们看到的电压是多少呢 12.6V 12.5V左右 嗯 发电机工作的时候 它正常的电压应该是 13.5V到15V之间 这是一个相对的都比较宽泛的范围啊 很多 有的车子要求严格一点 它可能会把范围说得更小 但是肯定是要高于12.6V的 因为它是要给这个电池充电的 我们现在的电池其实是13.6V 13.6V多一点点 相对来说我们的发电机比较弱 也就是说 勉强够用勉强达到最低值 但是它的电压并没有特别高 我们要关注的是两个东西 一个是 它是不是落在正常的电压范围 还有一个是它的电压是否是比较稳定的 如果电压有这样比较大的起伏 嗯 这样的发电机肯定不行的 它会 如果突然一下电压很高 会导致整个电路 在短时间内过展 可能就 促进一些比较大的故障 OK 这是我们在怠速的情况下啊 没有加任何特殊的负荷的情况下 它的电压 然后我们去现在把它的负荷给它加上 OK 大家是不是看到我的电压现在已经低了一些 刚才是13.6V 现在降了半幅 因为我把车大灯 把空调的压缩机 还有把那个车内的radio全都打开了 现在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 它能用到的 那个所有的电子设备或者电器 我们都给它打开 现在是我们看到的格数 13V啊 这个电压 其实是偏低的 我们要求的是 哪怕再加载 加上一些负荷的情况下 它应该也是要达到 13.5V以上的 但因为现在是怠速 我去把我的转速踩到2000转 然后大家再来看一下 我的电压是多少 这样 准备 发电机的电压的参数我们已经看到了 整体的结论就是 这是一个比较弱的发电机 它能基本上满足我们的需求 但是其实它的供电的能力并没有太多剩余 电池本身的电压是12.6V 12.8V的样式 但当我们把所有的核载给它加上去以后 在发动机怠速的情况下 它的电压是13V或13V多一点点 这中间的差距只有0.3V 0.4V的样式 比较乐观的说是满载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给电池充电 依然能够去保持它的电池处于满电的状态 但是比较差的一点是 它这种保持它充电的能力相当中是比较弱的 只超过了一点点并没有太多的富裕 从行业标准来讲 它是需要达到13.5V 甚至我有的车它是要求到14.2V 14.2V到14.8V这么一个很窄的范围 那可能是对发电机的要求很高的车的 像这台开门对 它本身是一台非常皮身耐用的车 而且因为它是06年的 并没有携带很多的非常耗电的电子设备 所以哪怕是它现在只有13V 所以它们多一点 基本上是够用的 所以我的结论 这台车本身很便宜 我不打算再去花个200美金 去买个发电机给它换掉 至于说这里 大家看到的这个发电机 是我从一台RAV4 就是我以前开的SUV上换下来的 换掉它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发电机的噪音非常大 开始产生很刺耳的噪音了 它上面这里是一个Poly 然后这个Poly是要连在皮带上的 但是这里它就非常松 就你摇的话其实能看到它是有虚位的 但是这种状况在车上安装之后 它就会出现很尖锐的金属摩擦声音 而且还有一股烧焦的味道 这是我当初选择换掉这个发电机的原因 但是这台车的发电机电池稍微较弱 但是我选择去接受它 这可能是我们对老爷车的一种态度吧 就是当开老爷车的时候 要自己会修 要自己会检查 什么地方有问题 但是不能太挑剔 如果太挑剔的话 整台车都得换掉 就是你会发现所有的零件 它都不是完美的 但是像台北这种神车 它的厉害之处就在于 它每个零件都不是完美的 当你把它放到一起的时候 它却非常的皮脂赖用 就是它有很强的容错的空间在这里 OK 今天的话我们就是相当于是 比较水水的折价吧 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样去检查我们车上的发电机 我们主要是看它的电压 电压的范围呢 13.5到15V 这么一个范围之间 我们可以认为 发电机的供电是基本正常的 我们除了看电压之外呢 还要看它的电压是否稳定 如果有很大的波动 或者时不时的出现一个很高的电压 这种情况 那个是一定要小心的 像这种情况比较弱 我觉得是可以忍受的 但如果是时不时的出现一个很高的电压 给你 这种情况是一定要检查 或者是做维修的 因为它可能会导致其他的地方的损坏 如果大家对维修老爷车 或者开老爷车感兴趣的 可以持续关注我们频道 我们会在后面拍一些更多的 关于老爷车的保养 和老爷车的使用的视频 OK 今天就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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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